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刘生 还有我们的新西兰 以德台仰 大家好 如果真的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帮忙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今节回来讲讲 因为看到内地方面的疫情 确诊的数字真的有上升 而且防疫抗疫的措施 似乎不能够叫做松懈 不过对于市民来说 那个容忍程度是不是去到一个临界点呢 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出现市民的激烈反抗 似乎就是了 始终是防疫抗疫 都搞了这么多年 不多不少都有人 很多人都感到疲劳 还有还有 防疫apps 出现故障的时候 很可能因此而引发一些很不愉快的事件 对不对 好像今次也是 网络上 讲到广东佛山 有一个核酸的检测点 说爆发疑似 叫做人踩人的事故 经过后来 当局证实事件未有造成市民的伤亡 不过怎样都好 你的公布就有人公布 我们看到这些片段 真是有人迫着去做核酸 然后涌到整条行 都叫做很多人 你说只看那条行 人迫到物质质 太不公平 要看的话 真的要整段片看 本来也有一些线 有些线 有些交带 拦不住人 等大家就像一个S型的 慢慢排进去 可能因为工作人员那方面 人数太少了 控制不了人群和人群 就很心急 有些人就看到他穿过那条线 就变成打尖了 你又打尖的时候 我又冲了 我又来的了 先崩溃了 不管这么多 他也冲了 我也没理由执书中牌 个人都走了 你冲我又跑 他跑他又满了 有些人又滚了落地 还是怎样的 你问是否真的 按照踩上去 我看了那些片段 我看得到那些 可能你说 不是 我在另一段片 我看到真的有人踩在哪里 这个就 各自各 不过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据说 还说有些小朋友被踩到 有些大朋友被踩到 加上又下雨 现场环境濕滑 可能有些人又丢膠袋落地 因为我看到 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交袋 还是口罩来的 可能是一些杂物而已 人多的自自然然 会围留很多杂物 似乎是 好 那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故 是不是跟Apps有关 因为据说 当地发生了阳性个案 因此 居民方面要进行为期两天的居家隔离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 大家的健康码全部 转了变成红色 因为红色的话 甚至乎连去 赛市场买菜都不行 然后又有说 如果大家去做核酸的话 就可以转回来做绿 因此 大家快走到附近的核酸检测 做核酸检测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看到一些网民 大家都去解释一下 甚至乎 如果你红马的话 不单不能够出门 甚至乎 连累你住在很远 读书的家人也好 也好 很多都会的 有些人说 怕小孩子在外面读书 万一转到方仓医院 就跟真的阳性个案一起隔离 那就好像不是那么好 因为无端端要这样去搞 没病都惹到有病 这样搞法 惹不惹到有病就这件事 但是害怕 始终说他本来不是 所以大家就叫他趕着 在中12点之前 就趕着核酸检测 因为怕他们会删除 趕着过去做核酸 这样就很麻烦 无端端怎么会转红才行 很可能 会不会是应用APPs出现问题 就是系统出错 以后又公布 因为很多消息周围满天飞 因为有些网民自己贴过案出来 例如怎么说呢 例如我听到他住在楼下那层的小孩 是 在深圳那边就回大学 不过户籍就在佛山 一早上乘地铁的时候 嘟嘟的红马 立刻就拿走了 所以说要搞来搞去搞来搞去 才去到下午 然后做完核酸就变回绿马 然后就说 系统失误的问题 就搞到大家这样 不知不觉 大家好像吃不安坐不下 突然间如果遇到这些情况 又要出去搞一顿 不过怎样都好 你说给了一些分隔线 叫大家去排队做核酸 你说相对地工作人员比较少 你都不可以趁他少的话 就不理他说那么多 涌进去就不受规矩 这个是不可以的 但是这种情况下 出现一些这么反常 的确是很吓人的 为什么我无端端会转红 当然很紧张 不过有时是坏的 这些我相信是一些 IT上面的出错 都很难避免得到 其实这个 又红马 这个制度 有些问题 还是 就是太过防疫的时候 收得太紧 一转红 你就哪里都不能去 是不是 那会不会 很多人就怕了这一点 所以 每个人都涌出去 涌出去 要抢住做核酸 现在还要出现一些 这么不愉快的事情 我觉得有关当局 都可能要检讨一下 还有那些做核酸的检测 就是看看 如何可以分隔 那方面 会做得更好 就是大家排队 或者如何去轮候 会不会是拿丑 还是怎样 会不会好一点 因为我们记得 香港到到 后期 有个什么 排丑的那部机 被你禁锁 这些挺过瘾的 如果有这些 会不会好一点 假如内地方面 防疫的措施 不能够放松的话 那有没有什么 改良措施 可以让大家 会舒服一点 虽然 要去做核酸 也不舒服 但是 怎样可以避免 某些情绪性的事情 发生呢 人非草木 难道我们经常说 大家忍耐忍耐 可能说三年 三年又三年 你想说忍耐什么时候 会有这些情况之后 我们都明白的 看到有些人都留言说 我们看看那些网民怎么说 虽然又说 是不是会禁止你的言论 都不是 看到大家都可以一起讨论 一起在那里 骂都可以 那也是的 如果连大家 骂一下讨论一下 都不行的话 那真的太过辛苦了 有些人就留言说 只要核酸检测 这个行业继续存在的话 清零就会继续 风控就会永远推行下去 那又未必的 是不是 这个以目前来看 当然 总方实在是 还是动态清零的 总方实在 所以 风控是 会有可能发生 而且 会随时 会发生在你身上 这一件事 你是无可能 预计得到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都会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这些未知 就是导致很多人 对目前的防疫措施 感到很不满 你根本想不到 你无端端 今天你还可以好地地 正常生活 翌日就整个驱风了 门都出不了 对不对 对很多人的生活 会造成一定的滋扰 事实上 到底在怎样 可以取得一个平衡呢 一来就不能够 继续有太多滋扰 方便大家 二来也能够 可以继续做到 这个动态清零 这一点 我觉得 是需要取得一定的平衡 才会稳妥 否则 这种不满 会陆陆陆续发生 而且越来越多 类似的那种不满事情 都能够問題 就很可能 越来越难控制 因为 我们看到 这个升级程度 较早前 甚至出《水炮车》 大家拆建篮 storyline 是明知的 扔完之後你還是要封 你變成情感上和情緒性的宣洩 是被他們宣洩了就算了 那個位置是很難拿捏的 忽然間看到這些情況也會想起 較早前香港的情況也是這樣 有些人會說 誰知道他們那群人確診 為何他們陽性會令我們攬炒我們 我們也是我們的生活 不如你把那群人隔開 隔開了會否還有其他人 有機會成為傳播鏈 可能他們已經確診了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有些像是香港過去的情況的複製 或者繼續都是這種情況 都是在內地仍然未停得到 始終人的數量多 加上流動性大 這些很難完全避免到 所以叫做動態清零就是這樣 如果那裡發生了一個陽性的確診 有爆發的風險 唯有要馬上看看如何動態清零 唯有最快的方式就是幫忙做核酸 希望類似的情況就不要再發生了 如果你見到有人滑在底下 你還要踏下去 你是否想這樣做 以及是不是要這樣不顧其他人 這一點就很重要了 沒錯 還看到有人留言 忽然又想起韓國那一宗 韓國大家就玩到慶高采烈而踩人 是啊 內地就倒轉了 就是去做核酸 這些不是那麼想的事 也不是開心的事 然後就搞到踩人 無論如何兩者都這樣 搞到要人踩人的話 絕對不是想發生的事 再說說另一件事 在香港來看 都是疑似是沒完沒了的 是甚麼呢 就是關於這些叫做反黑的工作 看到現在那些黑底的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比宿父輩還勇猛 又鐵通招呼其他幫派的年輕成員 亦有其他古靈精怪的 都是比較年紀輕的 又搞人家的車 又可能去做收數 又收得不好 收到噴流流的話 又搞到一網成禽 全部究竟是現在黑幫那方面 還有 那些年輕人去verقد 如果他們至高�� aktiv 找這些小孩子 這些小孩子又不長 又以為自己上位 自如兩位 邀來給街招 即貼物貼 潑紫脹 你便以為自己上了位 以為自己很努力 然後被河雙腳 加上煙 而到了�� 警方又来帮你反一反黑 看到最近两星期都拘捕了三百多人 厉害了 一次过可以说得上是洗太平地一样 每天都听到消息去掃不到一场 还有最奇怪的就是 现在捉到的人越捉就越小 看到很夸张 最近的最小的人是12岁 12岁 大佬 你这么小 就出来做什么 跟大佬 现在大佬收起小朋友来做年轻也有 这么少学习 12岁 这个人是小学毕业的 声音都没变 通常12岁都在读六年级 可能有读到中一 顶尽就是中一 搞错 你刚刚升中一 你升了 加入这些黑帮 这些叫做过瘾 12岁 我真的不太明白 声音都没变 你想找他来做什么 还想 做什么做无奸道 做无奸道 早点训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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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学校 看看能不能帮他刮人回来 是吧 这样也行 不用这样 现在这样收鸣法 12岁你都收的 有什么利益 可以给你们帮派 是否借他们的书包帮带一些东西 如果你利用到连12岁 都要利用的 你对不对 很没人性 这些人渣 关义哥 都会显灵 会动 会扔你 扔他 神经病啊 这班人 是呀 连12岁的人 都这么敢埋伤 可想言之 现在 看来 连这个黑帮 这个行业 都要抢人财 是不是 有没有那么多人才 是否会不会因为 那些 学生呢 疑一问 可能是呀 很多人都走了 所以现在 质数越来越低 每方越下 年纪也越来越轻 真是惨了 那些人才 都去买BNO 组家 所以 不太够人 要是12岁 就开始培训他们 真是太惨了 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呢 这位小朋友的父母 又去了哪里呢 我经常都是这样 执问的 这些小朋友 犯了事 他们是有责任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 最大责任 都是在父母 父母去了哪里呢 啊 夜晚 为什么可以容许自己的小朋友 出现在夜场 在黑帮出现的场合 还是 这位小朋友 他们的父母 就是 黑帮的成员 这个也有可能 可能是 自己的父母 都是 印身印绫 然后有些 公仔 身上的 是吧 然后两次 整支大青岛 不知道 怎样 就说给你听江湖的东西 就是 谁 可能叫朋友来 都是江湖朋友 听听听听 好像很帅 那些 那就加入吧 不是吧 这样 加入 哈哈哈 都挺笨的 哈哈哈 不过说回 近来 加上 什么世界杯 那个气氛 就算刺激 还是怎样 如是者 警方又掃了你们那些酒吧 搞到 那些人就不是那么高兴 又悶悶的 又想着来喝两杯 开心一下 啊 殊不知 警方又来到 拉 又行 还是怎样 是搞穿的party 什么 啊 干什么 你们 玩到那么行 我们就来看看 你们发生什么事 那我们也不是很希望 看到这些情况 没完没了 因为 你看到 哇 拘捕这么多人 都挺夸张的 为什么你拘捕也好像还有这么多 好的 是的 的而且在香港 是很多人 参加这些 这些帮派的 是吧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呢 还是 现在真的 吻食艰难 搞到很多人要 停而走险 怎样 参与这些活动呢 这个也不是说没可能的 我觉得 那 这个拉脚战来说呢 或者叫做 你有犯事 我又拘捕你的话呢 计划到尾 一定是警方赢的 是的 没错 因为最后呢 警方当然 一定是掌握一定的证据啦 虽然犯事啦 犯事之后 你被拘捕 然后又被起诉 然后可能要搞很久的 短则 几个月 长则 一年半载 甚至乎两三年都没定 因为你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 这么多案 一直排期 在法庭里 这些 你有单案背起身 就算你保释出到来 你那个 你可能都经常需要 例如要去准时报道 甚至乎如果你想出国旅行的 都可能不让你走 而且那个案 就排期审讯的时候 那个所带来的 心理压力 都不小的 因为你 经常都要 烦着这宗案 就很想快点 可以有一个解决 但是始终都是 安多 排期自然排得很久 对一个人来说 其实是挺折腾的事 没错 如果对他们一个也是这样的话 即使 间接来说 打击得越多 他们的生意 和他们的 工作 当然他们的工作不是很好 会开始萎缩 他们都做不到生意 我开哪里 你又 盖上我 当然他们有很多不法活动 那些什么 颜色场所 有些非法的 外围 其他 不同的东西 有些 没有牌的经营 等等 数下你 你又找不到 保释 然后又要搞保释 这样那样的 警方 他们有 政府出粮给他 那又不会影响到 他们的收入 他们不会说 我们没有资金 我们不来拉你 出不了车 不会的 因此 刺烧被掌之下 一定 那边都是颜色 放牌 所以为何 一哥 肖扎义 说到 那么肯定 就说继续会打击他们 就是这样 好 我们今天早上时段 先说到这个位置 我们 接下来 还有其他节目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